OK OK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款车是这个全新的 Toyota Grand Ace 其实呢它就是这一个神车 神轮车 那个 Grand 那个我们的 Type S 的这个 MPV 版本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外观上它其实跟这个 Type S 不大一样 它高级很多 其实没有错 在 Toyota 的定位里面 它就是款比较高级的这个 MPV 车型 我们可以看这个走灯主 这个是全 LED 的收针珠 没有 听了前 LED 不好意思 它的这个方向带还是普通的灯泡 但是其他灯泡都是 LED 还有这个雾灯同样的也是 LED 然后你看到全脸有一个很大的镀铬材质 所以呢 它可以说就是它的定位 给你的感觉看起来有啊 我的 Class 就是没有错它的 Class 你根本不会想象到 其实它就是一款这一个 俄罗达 High Exit 豪华 MPV 版本 其实你看这个轮车的特性 同样也是满有实际感的 它给你的感觉就是高级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后座 因为这种 MPV 最重要的就是后座吧 你可以看 它的后座其实就是这一个 你不知道的话你会以为这一台车 其实就是这个 Alphard 或者是 Wheelfire 然后它提供了这一个 这个腿部的支撑 然后你在这边你还可以做这个调整 当然还有这个电动机加热功能 然后它的后排只有两人做 所以这台车只可以载六个人 当然在这边它还提供了这一个 USB 的插槽 方便你的后座传承的 而且两个都是2.5L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interior设计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的一个 试成小事 其实没有错 它的这个方向盘 我感觉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是从我们的 Innova 来的 然后它是一个自排车型 所以这边有个自排变速箱 我觉得这台车就是在它这个 interior里面 出卖的它 这个 interior看起来 我个人觉得不够不够好挖 然后这个 HAT UNIT 应该没有要 complain 了哦 然后它这边其实这一台 MCV 呢 它搭载来非常多的天竞和行动 就是 Toyota Safety Sense 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向盘的快捷键看到呢 它有这个撞击一顶系统 然后有 ACC 并没有 ACC 还有定速巡航 然后还有车道偏移警示等等 当然这个 Push Start R360 镜头啊 这种当然都是表面配备 然后有一点我很惊讶的是 它竟然还是 Handbrake 的 它没有电子手刹车 所以呢这个 所以说它是 Grand S 的豪华 MPV 车型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依据啦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门 电动门哦 它是电动门来的 所以 OK 啦 就是这个 这个等级的车有的给到电动门 我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就是它这一个司机做的这个驾驶 这个就真的很香味了 不过质感还不错 只是它的设计真的会让你感觉很像 哦 可以看到这边 哦 还有这个自动远光灯呢 这种自动远近光灯啊 Power Window啊等等 这个配置还蛮高的啦 哦 电动作为调整哦 OK 这个就是我们对 High S 的简短介绍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来其他新车管 不要错过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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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